全国的经济 也就是我们第三季的经济 其实真的是有点失望 我们又是在衰退 而且是衰退4.5% 我觉得这样有点夸张 我们不是预期说 可能下半年会比较好的吗 要不然你以为 当时候在8月份 我们看到那些举白旗星 都是白举的吗 其实对于这些经济 当时真的有多糟糕 对吗 是不是 其实那个4.5%的衰退 它是我们在去年第二季 就是四五六 那是我们第一次 推行管令的时候 有一个17%的衰退 以后最严重的一次 来到今年的第二季 就是我们的第三季度 都依然还有这样严重的衰退 你可想而知 这个新管令对马来西亚经济 冲击有多大 我觉得这个第三季的表现 大家都认命了 可是没有想到 那个幅度会那么大 所以大家在看说 这个第四季会不会有机会突破这个僵局 既然你看一看 其实受创伤最大除了建筑业 那下一个就是服务业 所以它就是那种只能够做国内生意 只要大家一关起门来 做不了生意 它就真的没生意好做 不管你的 你所谓的什么线上转型做的再多 建筑也怎么做线上转型呢 对吗 你终究还是要人要下场去工作的 所以 当然我们在谈这个 它是个过去师 在七八九月 现在经济开了 大安车水马龙 吉隆坡什么 说不晒车 现在重新晒回车了 所以更多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是要看回说 我们过去第三季度的衰退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然后从当中才找出一个原因 才早理解出一条思路去理解说 我们接下来经济复苏的挑战在哪 其实这样子来说的话 可能制造业的贡献会比较大 在第四季 它可能会推动整个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 可以这么说吗 你看到制造业 而且它之前在去年七月 其实就已经复苏了 就一直不断 每一个季度 它都有正成长 那主要当然是因为 你做制造很多 就是要做出口 然后整个出口环境都很好 但是我又担心什么 明年可能这个经济的 整个外围环境会不好 为什么你看到 中国美国的经济都放缓下来 而且又出现这种 通货膨胀的问题 是否要把这个政策给收紧 这一些在明年 它是会对马来西亚经济复苏的 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解决了国内 我们还要看外围 怎么来冲击我们的这个表现 对不对 是祸不单行 这么说 真的 对 我突然觉得这一期 我们的密谋 好像就可以变成 一个一期的节目了 谁叫你不找我 谈这一期密谋 我们这期密谋找谁 找我们的大马经济研究院 肖赛子博士 新人 我们还没有上过我们的节目 好 那我们来 考问一下 你好 我是谭友胜 欢迎收听由BFM财经 所制作的全新podcast 财经考问 经济不景气 这大概是爆发疫情以来 大家最深切的感受 而国家银行在上个星期五 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报告 在今年第三季 也就是7到9月的时候 我们当季的经济 是比去年同期衰退了4.5% 那对于这样的结果 不知道大家是否感到意外 尤其是在讨论要不要解封的时候 到底要开放经济 确保民生 还是实施大风筹 阻止疫情扩散 大家都抱持不同的意见 真的是心里非常矛盾 但当我看到这样的数据表现时 恰恰是印证了 当时MCO3.0发生的经济危机 社会上真的发生了 没钱开放的问题 而网民发动了举白旗活动 恰好反映整体严峻的经济环境 那相信不少听众 在当时都熬得相当辛苦 但我想大家一定最关心的还是 这么糟糕的时刻 真的已经过去了吗 而大家又是如何看待明年的经济 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到 大马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 萧塞子博士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为大家点评过去 第三季的经济表现 还有未来的经济前景 萧博士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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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博士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我们第三季的经济表现 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 是衰退了4.5%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夸张的 一个的衰退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在第二季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是成长了 大概是超过16个% 那衰退了4.5% 这大概是一个跳水式的衰退 那对这两季这么极端的经济表现 很多人都感到相当的意外 像是我手上就有一个的数据 是说彭博之前就预测 第三季的经济可能会衰退 将近2% 但最终的结果是超出这个预测的 那博士你怎么去看待 第三季的经济表现 这样的衰退你会感到意外吗 我想在我个人先谈说 看到这样的一个衰退 4.5%的结果是不是感觉 哇哦之前呢 我可能先跟大家聊一聊说 我眼中为什么可能有事你自己 也包括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 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意外的 其中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 刚刚你有提到的 就是首先市场对于第二季度的 这样一个乐观的成长 有了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那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基础情况下 那来了一个跳水式的一个这个下滑 那当然我觉得市场会觉得 非常的一个惊讶 那第二个我想来看的话 就是说分行业来看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第三季度的 这个经济成长报告中 大家一直会非常关注的制造业 大家认为7月份以来 已经开始恢复了正增长 怎么到了这个第三季度 也没有能够从这个跳水的这个下滑转 然后幸免 然后也跌了大概0.8% 我想这大家觉得有所意外的第二个原因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通常比较了行业之后 大家也会看一下 我们的邻国第三季度的成长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不难发现就是包括中国 甚至美国也有很多我们东盟的邻国 它在第三季度都开始放缓了 它的这个经济成长的步伐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尼都是这样 但不至于像马来西亚一样 跌到0以下 然后甚至是仅仅就是说 比越南稍微好看一点点 越南是negative大概6%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市场 包括有什么你自己 为什么会觉得非常意外的一个原因 那其实对我来言 我觉得我没有觉得很意外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对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第三季度 我们实行了更加严格的这个行动管制令 然后甚至在这个期间我们确诊人数 基本上是每天是破万的 而且持续了很久 那这个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 可能我提两个 为什么我觉得不意外的另外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学术的人 经常被你们这个媒体人拷问说 你要不要做这个预测 那就是看你现在彭博社就被打脸了 所以说如果这个学术界的时候 我们是对预测啊 对经济现状是在说是纸上谈兵的话 那可能我们的中小型的企业家 特别是大马的中小型企业家 他们应该是对马来西亚的经济 真的有在复苏吗 是最有发言权的 那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 MIER跟我们的VStage 韦士达就有联合发布了 第三季度的这个 大马中小型企业首席执行官的 信心指数报告 那在八月份的这份报告 通过我们的survey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些中小型企业主 其实对马来西亚第三季度的 经济的现状是非常非常担忧的 也出现了这个指数 然后出现了自MCO以来的第二低 然后只有64.8个点 那基本上是说 这个它的这个信心指数 反映出来的这个趋势 跟我们可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的 每一个季度的经济表现 其实是非常吻合的 今年第三季度的表现 也恰好是去年MCO以来的第二惨的 所以我想说 我们通过中小企业主 他们对实体经济运转的这个情况 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 所以我在今天 在看到这份结果的时候 我并不意外 那第二个我们也大概通俗都知道说 我们经常要讲说 拉动经济成长 有三架马车非常重要 那就是我们的消费 投资和我们的这个进出口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在疫情期间 我们很多人都失业 收入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在我的这个收入 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我的消费能力 一定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目前的消费 还没有出现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 还相对是比较疲软的状态 特别是私人消费这一个方面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我们从出口的方面来看看 第三季度的报告里面 也可以反映出来 虽然随着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国家 相比于去年经济在好转 我们的这个出口 一直在有幸的 实现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 但是它的征服 它的这个速度 已经跟第二季度比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滑 那如果我们细分到 我们的贸易伙伴的 这个目的地来区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下滑最明显的 就是我们出口到中国 欧盟和美国 然后这三个地点的 这一季度的这个出口量 仍然正增长 但是跟第二季度比下滑的非常非常厉害 那我想说 结合这几架马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 那我们的经济成长 在第三季度来到这样的一个 4.5%的一个衰退 我觉得就不足为奇了 博士有一点是提的很好的一点 我是觉得消费层面的东西 确实是相当的疲乱 可是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 您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的 所谓的经济放缓的速度 有点过快了吗 因为大家都预计说 去年可能是最坏的那个状况 可是来到了今年 其实不是 因为一方面 我们有那个掉大病毒的问题 所以导致今年的状况 好像跟去年的状况 其实相差不远 那当我们提到经济反弹的时候 我们好像真的是 还没有经历所谓的经济反弹 然后就放缓 甚至又要去衰退 好像并没有什么感受到 所谓的经济反弹 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你刚刚在讲说 可能今年的现状 跟去年的现状 没有很大区别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通常 看到一份报告 一个negative的数值的时候 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我们就会看到当下 我们可能就会忘了 去年具体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去年 可能第二季度是最惨的 但有多惨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忘了 那我可能cue你一下 去年第二季度 我们的衰退是17.2% 那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衰退 跟去年的比 在幅度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你说完全没有实现 一个经济的一个好转吗 我觉得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它可能有点好 但不至于所谓的好到 回到去疫情之前的水平了 因为前三个季度 我们的疫苗的施打的 这个coverage 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我们还仍然承受的一些供应链压力的时候 可能我们经济的内生力到底有多强 还没有办法真正显现出来 所以我想说 带着这样一个稍微有点担忧的心态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衰退4.5 大家可能可以更加期待一下 第四季度 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 究竟会是怎样 那这样可能可以帮助到大家 对明年的经济究竟是反弹 还是复述做更好的一个判断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其实第三季的状况 应该算是利空出尽了吧 我们第四季应该是可以 引来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你们这个节目就很有趣的是 你们很好的可以把我们经济层面的一些 知识和我们投资界的一些 这个方向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做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传达 看上去大家还是对第四季比较乐观了 我基本上也是期待说 就我们的所谓的V型反弹 就赶紧来 因为确实是身边很多的朋友 都一直觉得说 经济不景气 一问他们觉得说 今年稍微有点比去年更好了 但他们确实还没有感受到 我们已经回到去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 那我们接下来来要去观察 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 因为从第三季的经济报告里面 我们看到建筑业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 跌幅就超过了两成 那除了第三季中实施的MCO3.0 我想建筑业也正在面临所谓的材料价格飙升了通膨的问题 您是什么去看待建筑业目前面临的挑战 我们先在谈我怎么看待这个挑战 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挑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事实 首先刚刚有声你有提到说 我们建筑业面临的这个材料的上涨 所以我特地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 这个材料价格的上涨说出来 可能比你看到4.5%的这个退退更加的惊人 那我查看了一下这个大马建造行联合总会 它在第三季度做过的一个市场的调查 针对大马目前的一些建筑材料 我们现在只关注六大项建材 其中里面有五项 它的售价比去年飙升了超过三层 超过了30% 那可能跟去年相比 因为其中一个六大建材中的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杨辉 因为它受到一定的这个价格 这个管制的一些政策的影响 所以它的涨幅是相对比较少的 它只涨了大概21% 那其他的五项就没这么幸运了 电线涨了50% 50% 铝制品52% 玻璃50% 木材50% 最可怕的 钢铁质涨了75% 天哪75% 我觉得这是非常夸张的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的数字 其实比我们看到这个4.5%的衰退 来得更加的惊人 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 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说 疫情当下 我的房子 可能市场上的房价 有小幅的跌幅的时候 我快快入手 你买了房子之后 你要装修 你的那个装修的这个contractor 就会告诉你 你要不要考虑再等一等 价格真的很高 你可能要花比去年 多一倍的钱来装修 所以我想说 这个跟我们建筑市场 一些材料的价格的大幅的上涨 是密不可分的 那第二个 我们经常在讲说 我要做成一个生意 我有了材料 我另外还要有人手 有工人 那大家也知道说 由于我们实行了 这个行动管制令 更不要说我们的边境 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处于是一个 关闭的状态 很多大量的外劳 在没有办法 能够顺利进入到 我们的建筑业 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的时候 那现在还留在 马来西亚的外劳 那就是剩多做少了 那我的这个 供应的这个价格 我就可以提高 那可能我觉得 这也是造成 我们这样一个建筑业 它的整个成本 在上升的一个原因 那可能也 这两个结合起来 就会对我们 整体建筑业的 这样的一个 在这一季度的成长 就会造成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限制 那我们看到了 在材料和人手方面 这两方面的 面临的压力以外呢 我们就会讲说 我们怎么样 看到这个问题 就是有事 你刚刚一开始问我的 我可能说 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愿意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可能可以给到 这个行业的 那首先我觉得 首先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这个价格的上涨 材料价格的上涨 建筑工人的短缺 我想说 不是马来西亚一个国家 在面对的 是很多 包括区域内 是全球这个行业 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你说会得到 很快的解决吗 我想可能 我们这些建筑企业 还需要再多一点的耐心 可能至少要等到 明年上半年过了之后 我们的国际航运 相对稳定了之后 供应链也相对稳定之后 可能这样的压力 才会出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缓和 第二个 你说我们就 整体的建筑业来看的话 它可能成长没有那么快 受到压力比较大 那我们zoom into 建筑行业里面 很多个企业 我想说 我不要refer 其他的一些 大型的建筑企业了 我就说 来到财经考问 我们曾经接受过考问的 马来西亚的很多的建筑商 我们时常都听到 对 他们都做得风生水起 所以我觉得说 你在没有办法改变建筑业 在后疫情时代 至少是这一到两年内的 一个宏观 大环境的情况下 可能你可以更审慎的调整和选择 你的微观的小方向 你在建筑业哪一个方向上 你应该更加的去着重 可能才会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收获 那说到这个方向 可能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 一直在12大马计划里面 谈到一个就是我们的 绿色经济的一个部分 包括我们的建筑业 也要实现一个绿色 或者是数码化的 一个转型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就在今年的 大概第三季度的时候 有分享了一个 全球的建筑和建造业状况的报告 他就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现在的建筑业 在绿色转型上 还做的相对 没有那么理想 那我们看一看邻国 你可以发现 邻国新加坡 在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中 它的排头兵 就是我们的建筑业 建筑业在第三季度的新加坡 它实际增长是57.9% 是 那我们知道 它做对了一件什么事情吗 就是它在疫情前的 它的建筑业 和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 甚至是中小企业 就已经开始在做绿色转型了 甚至这个新加坡的建设局 早在疫情一开始 就开始推行了 他们一个叫IDD计划 就是说 集成数码传输 降低它的这个能耗的一个排放 帮助它的这个建筑业 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怎么通过数码化 绿色化 实现一个经济的一个增长 好 那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在财经考问的节目 和很多的专家来去了解 所谓的经济复苏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说 其实马来西亚的经济复苏 是很不平衡的 就可能在制造业方面 它复苏的可能比较好 但是服务业 建筑业 旅游业 这不是 他们甚至还在衰退当中 那你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的复苏不平衡 它可以到几时才会有稍微的改善 政府又能够做什么 来要去改善这样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development economics 其实我本身非常非常喜欢你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大家可能很多时候 过度的关注我的这个成长的素质 反而忽视了在成长这个大环境下 zoom into到每一个领域里 它的发展是不是平衡 这就是其实在疫情以来 我们一直在提到的一个词 叫做K型复苏 就有时候说的 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了我们的K上腿 我们的服务业和旅游业 因为复苏的脚步非常非常缓慢 然后变成了我们的K下腿 那我想说的是 其实这个K recovery的问题 在行业与行业之间 我觉得是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包括建筑业 它的单个行业的 它的一个复苏 都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现在来讲说 大家觉得说制造业是K上腿 但如果我们细分到制造业里面的 细分的subsector的时候 其实它也有一个K recovery的问题 你可能就会发现在后疫情时代 那些拥有相对不可替代的 高负价值技术的制造业 或者是已经提前实现了 数码化转型的制造业 它可能在中长期 会实现一个更快的一个发展 那些没有办法 然后去采用数码化 采用制动化的这些制造型企业 还一直是在制造的这些比较低负价值的 这些劳动性密集的这些制造业 它可能在中长期的复苏 就会继续保持一个K型复苏下腿的 这样一个趋势 那另外一个趋势我想讲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国内 我们也要跳出国外 看一下马来西亚跟其他国家的一个区别 不仅存在在大马内部的行业之间的一个区别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区域内很多国家都已经在领跑经济复苏了 而我们的经济复苏 还导致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速度 我想这也是后疫情时代 我们政府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 对 我觉得世界这个共同体 如果我们的步伐一直相对比较缓慢 那我们如何能够达到12大马计划中 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呢 展望今年甚至明年的全年的经济增长 那国家银行他们是认为 今年是还有希望达到3%到4%的 明年更是有希望达到5.5%到6.5% 那你会觉得这样的预估有点过于乐观吗 我们真的有机会达到这两个目标吗 这个问题又回到了这个采访一开始 这个我们的媒体界的朋友们 总是希望我们这些经济学家 对 总要考问一下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决定采取一个迂回战术 我不想就是在下一次的采访中 变成下一个彭博社被打脸 我的预测是不准的 所以我先想说第一点 我们在谈说我们展望我们的预测的时候 我们学术界经常会看两个报告 一个是IMF 就是我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我们的ADB 就开发银行 他们出境的区域的展望 经济展望的报告 这个是两份非常有 这个含金量的reference的报告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对于明年的这个经济的预测 是跟马来西亚国行非常非常接近的 IMF对明年大概是6%左右 所以说从这两个报告 和区域国际组织 对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复苏的信心来看 我觉得还是相当存在的 那第二个来说 我想说不管我们能不能实现 还是说我们力争要实现 我想说有一些风险 如果我们能够把控的好 我们能防范的好 那这个梦想永远不会是梦想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讲我们的这个投资的力度 我们讲三架马车还是讲回 投资的力度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的疫情在明年 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或者说如果它失控了 外资进入的时候 还是会比较缓慢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在疫情的初期 很多外资已经流出马来西亚了 去到了柬埔寨 去到了越南 那如果我们的外资在进入的时候 可能还是比较缓慢的时候 但大家都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的私人界的投资 一直是比较疲软的 那我讲说这个可能是政府需要 去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可能是会影响到我们明年 能不能够达到目标其中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消费力度 刚刚有些人也讲到 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中小 就是这种中低收入的家庭 他在疫情中 他的这个受到的创伤是最大的 那他们这帮人 恰恰是平时愿意消费的这个NPC 相对比较高的一部分人群 那他们如果都不愿意去消费的话 也没有这个消费能力的话 那我们消费当然就没有办法 拉动我们的经济成长 达到5.5到6.5的这个目标了 更不要说最近大家炒得火热的 那些公积金局 然后40%多的人 然后他的收入不足一万令吉 25%甚至不足一千令吉 我的储蓄都不够了 我的储蓄率达到了 这个近很多年很多年的一个新低 没有储蓄 没有稳定的收入 和谈消费 那最后一点我就想说 这个出口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第三季度很多区域性的国家 它的经济在出现一个下滑了 明年我们要密切关注 我们这些重要的贸易伙伴国 它的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趋势 如果他们的经济 能够出现一个比较蓬勃的发展 他们的需求 对外部的这个出口的需求 实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的话 我想可能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将会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所以我想说不论是快增长 还是慢增长 不论是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还是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回到上一题 在经济成长过程中 不均衡问题 是应该得到我们更多 更大的一个关注的 是我特别喜欢博士 这刚刚才提到 只要我们做好把控和掌控的话 梦想绝对不会只是一个的梦想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都会去关注 希望明年或者是我们接下来的第一世纪 一定会比之前去更好 但是看一下目前的疫情的状况 好像又有略微反弹的一个的趋势 很多人都很担心 MCO 4.0会不会卷土重来 当然我觉得这个MCO 4.0 我觉得就是留下一个的问号 给大家去思考了 谢谢博士 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谢谢尤生 财经拷问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 财经.my和BFM的网站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财经拷问 每逢星期三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编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我是谭有胜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节目